嗨,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我们在一个水池里 这个是水池 不是游泳池,因为它不能游泳 所以不是游泳池 游泳池,不是 还有我们家里的那个水池 那个也叫水池 然后这个玩的地方也叫水池 还有一个就是电池 这个也叫池 水池,电池,游泳池 所以我们在水池里玩 这个也是一个音乐节 音乐节 这是一个在水上的音乐节 水上音乐节 但是是一个很小型的,不是很大 一个小型水上音乐节 穿好衣服,穿上拖鞋 这个是凉拖 穿上凉拖 出发咯 一会儿见 我到了耶 听到音乐了对不对 有没有想到人呢 你要过来吃烙子吗 对,我要给我的学生拍 哈哈哈哈 菲西卡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一会儿过来 我们先去存东西 好多吃的啊 这个是鱼皮 这个是虾 虾 sh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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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文要给它们 哈哈哈哈 另外一个朋友 Lavender还没来 所以我们两个先玩一会儿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手枪 啊,不对不对 是水枪 水枪 现在Lavender也来了 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在水池里玩 因为现在还很早 所以来的人还不多 他们两个在跳 你看发生了什么 他们两个滑倒了 这个是滑倒了 摔倒了 现在水池里有挺多人 这个男生在给这两个女生拍照 拍照 他在给他们拍照 我的两个朋友在那边 我在跟他们打招呼 但是这个男生以为我在跟他打招呼 哎呀,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现在我们三个一起都坐上来了 这是什么动物 不知道 这里边还有很多摊位 这些都是摊位 一个一个的摊位 卖很多小吃 这种路边摊的吃的 特别好吃 特别喜欢 吃着很有幸福感 对不对 你们喜欢吃吗 路边摊的小吃 我一定要再告诉你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叫蹦滴 蹦滴 你们知道蹦是什么意思吗 蹦和跳差不多 这个就是蹦 蹦 他们两个现在也在蹦来蹦去 这个是蹦 还有蹦几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想一下 这个和英语差不多 蹦几 就是这个蹦几 还有在中国的小孩 有一句话叫小白兔 白又白 蹦蹦跳跳 真可爱 所以这个就是蹦 然后蹦滴 是什么意思呢 滴就是 disco 蹦滴 但是我们不是在酒吧 蹦滴 我们是在这个水上音乐节上 蹦滴 你看很多人 大家在边打水仗 边蹦滴 大家在水池里边打水仗 边蹦滴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嗨 哦对还有一个词 嗨这个词也特别好 很嗨 跟英语的嗨是一样的 就是玩得很开心 全身都湿了 所有人的全身都湿了 头发湿了 衣服湿了 全身都湿了 这个泡沫 这个是泡沫 是不是特别可爱 泡沫 现在结束了 我要回家了 我是坐地铁回家 你看对面坐了一对情侣 但是我自己回家 拜拜